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北鸣 四川亚安七级地震发生后 半官方的中国红十字会呼吁民众捐款遭到抵制 有人并罕见的发起拒绝捐款运动 认为历次捐款都被滥用甚至盗用 四川省民政部门的官员承认 这次震灾民众的捐款不如汶川地震时踊跃 另据报道 地震震央 庐山县 龙门乡 龙乡村的部分村民 因未获救援而公开示威 村民举起携有缺粮 缺水 缺帐篷字样的纸牌 堵路抗议 据了解 由于多条道路在地震中被毁 因此造成救援的不便 中国人感染H7N9禽流感案例在持续递增 根据官方周一公布的数字已经有104人受感染 其中21人丧生 浙江感染人数最多 其次是上海 而山东发现了首例禽流感疑似病例 近期 北京大部分超市已经停止出售冷冻的家禽 以下请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据报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研究中心 分析大陆人类感染H7N9的病例 有五成患者60岁以上可能以年纪大的人较多到市场买菜有关 港大用统计学推算 至少有90至120宗有轻微病症的人士未被发现 因为主要都是住院的病人才进行病毒检测 建议当局应该进行血清流行病学研究 杭州一名接近中国禽流感病毒实验室的人士唐先生 星期一告诉本台 家人在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朱女士说 病毒刚出来不可能就研制出来能抑制它的 反正现在最好别乱吃乱买 据报道 各地肉鸡和鸡蛋市场需求 躁然减少 价格大幅下降 养殖户不敢补兰 情内养殖业普遍面临的形势严峻 中国国新办发布2012年美国的人权记录 针对美国此前发布的人权报告 指责美国人权记录恶劣 遭到民间的批评 有评论指出 中国的指责很多都不属于人权范畴 官方如果自信 应该不屏蔽美国的报告 让民众判断 泰州市委市政府已经决定 对用公款吃喝的泰州 滨江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张爱华 予以免职 早前泰州滨江工业园添价工作餐 遭群众围堵 官员下跪认错 视频和照片曝光后引起民众的热议 据报道 令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多时的朝鲜近日态度放软 已经接受北京提出的对话提议 北京可能派出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放朝 另外先前威胁要发射的无水端弹道导弹 虽仍在东海岸待命 但前线部队已经撤回 好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北明 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